大家好,我是阿胖,今天分享一个西葫芦的新吃法 西葫芦擦丝,加盐,沙水 用祖传大面勺,盛出适量的面,加温水,搅拌成絮状 揉成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,饧面30分钟 再打两颗正宗的母鸡蛋 这正宗的母鸡蛋颜色就是不一样,瞧,一片金黄 西葫芦已经杀出好多水了,再用力挤干水分 再用大刀切碎西葫芦丝 加炒好的鸡蛋花,再加适量的油,其他调料先不放 面皮尽量擀得薄一些,像这样 现在再加入盐,蚝油等调料 均匀地摊在面皮上面,卷起来 水开上锅,大火蒸10分钟左右 吃的时候蘸点蒜泥,真的很好吃哦 喜欢的话可以试试